首先我是在福建待了很多年 我当年是运动员 算是对福建体育力不功的 作为演员的身份 再回到夏拥的时候 感受就不一样 都说爱拼会赢 怎么拼怎么赢 高海生这个人物呢 他是一个 遵从自己内心真实感受的一个人 不管贫富 不管过了多少年 他身上这一点是永远不变 不忘初心 他们给我们的不是海货是信任 信任你懂吗 不是是怎么知道不行的 他在改变命运 有的时候命运也在改变他 高海生拒终超级倒霸 人账并获 我嫁玉萍就是嫁鸡嫁高 也不会嫁给你 海生是冤枉的 海生哥是冤枉的 大伙说句话呀 熟悉我的观众应该知道 我拍这一类题材的戏 还是蛮多的 但是高海生呢 是最典型的创业者 他不是一个高大权的人 他是一个小人物 从底层慢慢从卖海鲜啊 卖海货啊 白产摊啊 做这种小作坊 贴牌加工 一步步变成一个企业家 我希望能够为社会 为企业 为员工创造更大的价值 精神体现在他的身上 最主要的就是实干精神 不空谈 只有弱者才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远天尤人 这强者都是想办法解决困难 高海生这个人物一开始 其实前期我并不是特别困难 到后期的时候 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毕竟要从一个小人物 慢慢地跨不到一个成功的一个企业家 对于一个演员本身来讲 我们绝对不允许残词品留下事实 如果我们不能把质量 当成我们的生命 我们将来死路一条 爱拼会赢是创业者的真实写照 也充满了正能量 其实呢 爱拼不一定每次都会赢 但是他传递了一种精神 我认为创业就是无中生有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每个时代的创业都是一样的 感为人先的精神 其实在任何时代都需要 那一代的创业者的精神 现在仍然需要 这也是年代戏的现实意义吧 虽然演的是几十年前的事 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当下的关注 去理解它 对这个故事和人物和这种精神 这种态度的共鸣 你在这个时代适应得越好 就越有可能是下个时代的失败者 创业者需要理解 什么是真正的创新 只有在新的事情 新的边缘地区 我们才有可能 找到属于我们的机会 我觉得演员全是角色呢 付出一切都是应该的 因为你吃的时候就要饭 全是这个角色 我觉得最能够跟他融到一起的就是 我必须要具备跟他一样 不放出戏的这种实干的精神 我觉得这是我需要构到这个角色 最主要的一个点 不怕苦不怕累 我跟角色最大的收获 可能就是想尽一些办法 我们要从困境中走出来 让自己强大 只要敢于迎难而上 就不会到山穷水静的地步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